建构主义的这一节我们讲三块内容 首先第一块是关于建构主义的不同取向 第二块是关于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的一个主要内容 然后接着是关于建构主义的理论对当前教育实践的启示 尽管说这一节里面包括这三块 但是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只讲这一块主要内容 它才是最重要的常考的考试点 至于这个不同取向和后面的这个将对当前教育的启示意义 相对来说是不那么重要的 作为了解的东西大家下去自己看一下 我们只讲它的主要内容的三个观 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 里边首先主要内容里面的第一个知识观 知识观认为知识具有动态性 它的这个知识具有动态性的意思是说 知识并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 知识不能精确的概括世界的发展 而必须是针对具体的情境来进行创作的 其实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知识没有绝对的正确的 真理也不是绝对的真理 它只是我们对于某一个情境的假设 一旦脱离了这个情境 这个知识就是错误的 这是属于知识的动态性 知识没有唯一准确的答案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学习观 学习观里边提出学习具有三个性 分别是主动建构性 社会互动性和情境性 先看这个主动建构性 主动建构性是说 学生能够主动的对于已有的知识经验 进行综合重组和改造 从而用意解释新的信息 并且最终建构出属于个人意义的新的知识的内容 它的意思其实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在去学习书本上的知识的时候 我们不会背了它 我们理解了它 会背和理解并不标志着你学会的 因为理解那些信息是属于奥斯贝尔的有意学习 我们必须怎么样呢 学会了之后理解了 然后我们自己要在脑子里面去重新整理这个知识 自己在脑子里面去重新整理这个知识 然后形成新的信息 然后去解释那些我们遇到了新的东西 这才叫做主动建构性 那你想哈 我们自己在脑子里面去 去学习一个新的知识 我们自己在脑子里面去整理一个新的知识 必须是你主动进行的 因为别人是不能强制你进行的 这叫主动建构性哈 社会互动性是说 它主要表现在学习者和学习都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 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 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 其实换句话来说就是 我们的学习并不能脱离外界的环境 自己去学习 而必须是和别人共同去进行的 比如说老师会这样子跟学生说 我们大家最好是组成一个合作学习的小组 通过合作学习来去进行学习 那么这种就是属于合作学习 通过交流来进行学习的社会互动性 第三个是情境性 情境性是指 学习知识和智慧的情境性 认为知识并不是并不可能脱离活动的情境而孤立存在 咱们之前说 他认为知识具有动态性 知识不是绝对的真理 知识仅仅是对于某一种情境的一种假设 因此既然知识只有针对这个情境才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在学习知识的时候 就必须是在这个情境当中来去进行学习 换句话来说就是理论联系实践 这就是情境性的含义 那我们来看一下出题的时候是怎么出的 下面不属于建构主义学习观的事 不属于的是 我们刚刚讲了主动建构性 社会互动性和情境性没有讲虚拟性 所以这个应该选的是他 不属于他们 第二题 强调知识的情境性是属于谁的观点 情境性是属于谁的观点呢 建构主义观点 建构主义的观点 除了知识观和学习观之外 还有第三个叫做学生观 学生观强调 学习者本身已有的知识经验 意思是说 既然我们之前说过 他叫主动建构性 我们要在脑子里面去理解 理解了之后呢 来去重新整理 既然我们要理解 所以我们必须 要有知识经验才能理解 你只有有了知识经验 才能够进行理解 才能够进行之后的重新整理 所以说他非常强调学生的本身已有的知识经验 那么这里就提到了建构主义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叫做学生不是空中脑袋进教室的 不是空中脑袋进教室的 意思是说 他们的脑子里面装的有知识经验 所以老师在进行授课的时候 必须要在调查清楚 学生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 才能进行授课 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那么同时我们还要建一个补充的材料 在这里面他还提出一个教师官 教师官是属于帮助者和合作者 注意他是帮助者和合作者 他不是传递者 他不是传递者 我们之前讲 人们主义认为老师的教师的角色是 助产是催化剂和促进者 而现在说的是帮助者和合作者 注意区分 那么整个第三章 关于学习概述 我们就讲完了 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 我们的第一节讲学习概述 讲了学习的概念是什么 以及学习的分类是什么 还有学生学习的特点 第二节讲行为主义的理论 里面牵扯到了巴弗洛夫的 条件经典性条件反射 还有桑泰克的尝试错误说 斯基纳的操作性条件作用理论 和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 认知学派理论里面牵扯到 格士台的玩型动物说 布罗那的认知发现学习理论 奥斯布尔的有意接受学习 和加捏的信息加工学习理论 人们主义里面注意 人们主义认为 学生的学习是 以学生为中心的非指导性教学模式 老师的角色是 助产是催化剂和促进者 建构主义提出了三个观 知识观 学习观和学生观 注意这三个观的理解 这是第三章的全部内容 咱们来看一下第三章 关于学习理论的相关真题 首先第一道题 多选题 项链显像当中 属于学习的有 属于学习的有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学习的概念 学习是指 个体在特定的情境下 通过练习或反复经验 而产生的行为或行为潜能的 相对持久的变化 那么我们再来看 首先第一 每天跑步 每天跑步有变化吗 没有 每天跑步只是一个动作上的重复 它不存在变化 所以它不叫学习 B 这一竹一首诗 那很明显就是了 以前不会 以后会了 C 不怕见生人了 以前不会 现在会了 这也是 D 个子长高了 个子长高是由你的反复练习导致的吗 不是 个子长高是属于我们生理上的变化 生理上的变化 它不是由于后天的反复练习导致的 所以它不叫学习 因此下道题我们应该选的是 B和C两个选项 多选题 项链属于奥苏贝尔对于学习进行的分类的事 这个就是大家需要背了 奥苏贝尔有两种分类 根据学习的形式分 分成接受和发现 根据学习的性质分 分成机械和意义 这个是你必须要背的内容 选A和B 这些下面的C和D 那肯定就不是他选的 填空题 我国心理学家依据活动的内容和结果将学习分为三类 这个就是让你背的 分为知识的学习 技能的学习和行为规范的学习 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的学习 注意背哈 这个也是我们说过的 是必然要背的内容哈 继续往下单选题 个体学会了对某一个特定的条件 刺激做出条件反应以后 其他与该条件刺激相似的刺激也能诱发起条件反应 这就是A刺激的分化 B刺激的泛化 C刺激混淆 D刺激类同 咱们没有学过类同和混淆 咱们只学过分化与泛化 是关于Bablos的经典性条件反射 那么看题哈 与它相似的刺激也能够诱发起反应 说明它分不清楚 既然分不清楚的话 那叫刺激的泛化 分得清楚的话 那叫刺激的分化哈 所以这道题里边 我们应该选的是B选项 刺激的泛化 继续往下单选题 桑泰克认为 动物的学习是由于在反复尝试错误的过程当中 形成了稳定的 以及有区别的A能力 B兴趣 C技能 D技能与反应的连接 只要你看到了桑泰克 你就一定会选D选项 因为我们都知道哈 桑泰克是属于行为主义的 行为主义讲究的是刺激和反应的连接 只不过在参观课里面 它不叫刺激和反应 它叫情境和反应的连接 而这个情境 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技能与反应的连接哈 好 多选题 桑泰克的连接论是教育心理学史上的第一个 较为完整的学习理论 它不仅说明了学习的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而且具体的查明了学习的规律 通过一系列的动物和人的学习实验 桑泰克提出了学习的三条定律是 A准备率 B练习率 C因果率 D效果率 考贝的东西 三代课有三个率 准备率 练习率和效果率 选A C和 A B和D A B和D 继续往下 单选题 由于一个学生的进步比较明显 老师取消了对他的处分 这属于A正强化 B负强化 C奖励 D惩罚 取消了处分 我们先说这个正强化 正强化我们当时说是呈现了一个愉快的刺激 负强化是说撤销了一个厌恶的刺激 那么老师取消了 是为了让这个学生以后进步更明显 很明显 他属于强化 而取消了对他的处分 这叫撤销了一个厌恶刺激 这叫 负强化 这叫负强化 判断题 社会学习理论强调 儿童习得社会行为的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社会环境 是社会环境 你觉得呢 那我们就要去推了 社会学习理论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强调观察学习是属于最重要的一种学习形式 观察学习我们都知道 观察的是别人 也就是观察的是你的周围环境 所以他应该是非常强调周围的环境对于个体学习的一个影响 因此这道题是对的 这道题是对的 这是关于他的 那么接下来的这道题 学生学习的知识不是靠老师的讲解 而是通过自己的新旧知识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建构 这是什么的观点 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词了 建构 所以很多时候在做题的时候 你会从里面找到一些非常具有特色的词汇 所以这个题那应该选的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继续往下 单选题 认为知识并不是对现实的准确表征 它是一种解释 只是一种解释 一种假设的理论属于 A布鲁纳的认知结构论 B科勒的丸形动物说 C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 D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那么我们都知道 知识并不是对现实的准确表征 仅仅是一种解释和假设 知识不是绝对的真理 这是属于哪个呢 属于建构主义知识观里面的知识具有什么性呢 动态性 知识具有动态性 好 这是关于第三章里面给大家呈现的几道真题 大家来做一个练习和参考 好啊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